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千里馬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前美國共和黨亞太地區主席 方恩格 大家好 非常歡迎 看到就知道 我們今天的直播 非常的有國際觀 因為過去的直播 幾乎都是聚焦在 台灣國內的局勢 今天我們要完全聚焦在 聚焦在美中台 尤其中華民國的生日 今年國慶日才剛剛過去 過去沒幾天 但我想大家很多心裡面 有些人是覺得 現在還余波蕩藥 有些人覺得驚濤駭浪 為什麼呢 因為在今年的國慶演說 小英總統他居然提出了 新兩國論 這個論述其實 過去歷任的台灣領導人 沒有一個人敢說破 但他說破了 他說中華民國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好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這會不會接下來的兩岸關係 在投下什麼樣的變數嗎 好 所以我在現在 我先在我們的聊天室裡頭 先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請大家先投票好不好 就覺得小英總統 丟出的這個新兩國論 大家認為會再掀起台海危機 會把台灣推向戰爭邊緣嗎 大家想說不會吧 會加速武統快打仗了 有這種擔憂的 覺得有可能的幫我加一 你覺得不會啦 因為兩岸之間還是存在的一些 還有空間好不好 那你就幫我減一 所以你覺得說 把台灣推向戰爭邊緣的 這個新兩國論幫我加一 我等一會看看呢 大家的這個 大家反映出來的這個 觀點如何 好不好 我等我來看大家的投票結果 那在這邊呢 我還是謝謝邱祺義 還有陳媽媽 謝謝你加入中天會員 非常感謝 好 那一開始呢 我就想說 直接先請教這個方格 就是今年的國慶 你身為一個外國觀察家 應該說 或是以美國觀察家 來長期觀察台灣政治 今年的國慶 你有覺得特別不同嗎 那我想當然大家都在講的 這個新兩國論 新兩國論 我就直接問了 你怎麼看待 小英總統的這個新兩國論 你覺得是暴衝嗎 其實我覺得唯一不同的是 有從東京奧運回來的 選手參加遊行 這部分跟過去是有點不一樣 能夠去台灣在奧運的表現 沒有那麼好 對 今年特別好 這部分是不一樣的 但是關於他總統演講 其實從我們外國人來看 還是會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不管誰當台灣總統 有什麼三部或四部醫美 一邊一國兩國論 一中格表 我們外國人怎麼會聽得懂 看得懂呢 真的很難 對 很難對不對 對 所以你很厲害 還好還好 但是我是覺得 尤其是把 你怎麼怎麼 我是覺得把中文翻成英文 那要讓我們外國人 深入了解台灣的現在執政者 總統他的政策 對中國的政策 到底是什麼 當然要說清楚 我們外國人才會懂 所以你怎麼看他這次提出的 他直接說兩國喔 他直接說是中華民國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換句話說呢他已經沒有在講什麼 一中各表了 全部踢開 全部打破 他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兩國 那你覺得這個會有戰爭風險嗎 團體之間應該不會 團體之間應該不會 團體之間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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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美國 我先講美國 美國也會認同 因為雖然美國對台灣的主權 地位等等一直以來都很模糊 但是美國不管是國會哪一個政黨 或國務院等等 他們從來不會說 台灣是屬於1949年成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這一部分是說實在 外國人會懂 但是其他的很多言語是 不管我剛剛說的 不管誰當台灣總統 他們寫重要日期的演講 不管是就職定理 或國慶日等等 當然是先是看國內台灣人 另外是大陸 也沒有考慮到 我們外國人真的會聽得懂 可是唯一考慮的是美國 那你剛剛提到了 所以你覺得小英總統的 他這一次的國慶演說的文稿 有先跟美國看過嗎 美國到底事先知不知道 這個很多人都懷疑 不一定是把整個文稿 交給美國先看 但是會先打成招呼 不可能啦 但是實現溝通 我可以相信有實現溝通 有的 有的 肯定是有 那溝通到什麼程度 那甚至還有人懷疑說 其實美國有在下指導期 美國有指點 因為要測試大陸底線 有這個可能吧 其實美國擔心的比較是屬於 憲法改革這部分 比如說國民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其他的內容 我個人覺得美國也沒有考慮到 那麼是因為我剛說的 每一年台灣總統都會有 類似重要的 就是時間都會告訴我們 很重要 今年非常重要 其實一年比一年有更重要嗎 我覺得比較其實是沒有的 好 可是台灣人不這麼看 因為在今年來講 小英總統特別端出了中華民國 就是他過去比較少見的 而且他已經完全不跟你提什麼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通通都踢開了 那剛剛這個方恩格認為說 你覺得就算引起戰爭風險 短期之內是不會的 可是我剛剛在一個 聊天室的小調查 我看大家全部加一加一都刷起來 所以肯定大家還是會有點擔心 因為台灣在過去 也就是因為在過去還講 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從李登輝開始 三次的台海危機 所以當然大家有想說不要吧 不要引發第四次台海危機 所以大家心裡面 是有這樣的一個憂慮的 所以表現出來 聊天室的小小的調查 看得出來大家還是擔心的 那說到剛剛講的 美國的態度 你也覺得說應該也不至於說 在後面下什麼指導期 只是為了測試大陸底線 那我可以從一個指標來看嗎 因為美國國務院記者會在昨天 那講了一長串 那當然你還是強調 什麼跟台灣非官方關係 反正 對啦 我就是看到這個關鍵 非官方關係 會擴大深化等等的這樣子 一路看下來 對耶 對於目前蔡英文總統的 國慶演說沒有任何的反彈 所以這應該可以說明一切 說明美國到目前為止的態度嗎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美國國際社會真的是很難深入了解 這個內容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第一 很多美國人 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內政也不清楚 對這個歷史也不清楚 那我講的是美國官方 官方也很不清楚 我常常覺得台灣太多人 是過度評估美國 尤其不管是美國載台協會 國務院對台灣的了解 其實不要太過度 我們期待不要太高是不是 真的 他們過去也是 台灣內政也發生很多事情 是他們沒有預期得到 比如說2018年 韓國瑜當選 高雄市長 他們也沒有預期得到等等 所以其實他們對台灣內政的了解度 也不一定是很高的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演講的 主要的焦點還是在台灣國內 畢竟明年有地方選舉對不對 那美國怎麼會懂呢 很難 真的很難 所以你覺得美國的態度 應該接下 因為大家覺得 這個星期美國會不會清楚的表態 應該就會揭曉了 那看來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美國也是很忙 很多國際事務 不只有台灣或中國這個議題 還是有中東阿富汗 法國關係要彌補了 因為法國跟美國很生氣等等 所以我們不能以為 美國是把很多很多時間 放在台海這個議題了 是 好 可是說到了台海 以你在台灣長期觀察 我們的這個政治局勢 兩岸局勢來看 那你覺不覺得蔡英文這一次呢 只是很多人說 她要藉著中華民國這樣的殼 來成就她的台獨夢 不管是台獨 不管是華獨 反正呢 那也有一派的觀點 認為說她要為 2025年的政治談判鋪路 兩岸可能要政治談判了 所以呢 這是有一個鋪排 為什麼講到2025年 因為呢 前不久的時候 國防部 這是國防部所掌握到的 就是說 2025年之後呢 對岸武統台灣會成為可能 到時候可能就是已經這個 他們有完全封鎖台灣的能力 已經到了完備 所以 2025其實距離現在也四年了 四年之後 所以有沒有可能也是因為 這樣子一個原因 他在為政治談判鋪路 兩岸還是終究得談判 他是不是以為到那個時候 川普會回來當美國總統 我等一會 我最後有一題 你怎麼知道 我就要問這個 是不是川普覺得自己又怎麼樣 其實我個人覺得 因為你剛剛說的是 你今天還有十年的時間 會有太多的變數 真的很難預測到時候 不管是中國內部政治有什麼情況 台灣內部政治有什麼情況 我們不知道2024年 誰會當選台灣總統 我們也不知道2024年底 美國誰會當選總統 所以真的有很多變數 所以這方面政治談判 我覺得台灣怎麼會曝露 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我覺得有政治談判可能性不大 現在在準備政治談判的可能性 也不大 也不大 是不是 好 我們有網友Lens Lin 他抖內進來 他特別要請問方格前主席 他說美國官方是否指認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我想是的 他要我重複美國的官方說法 我們都知道美國官方說法 就是嘛 所以我們看過去 你剛剛提到了今天 美國週天時間 那個法院人的回應 或者過去幾個禮拜 比如說中國的戰機 進入台灣的防控識別區 美國的法院人 不管是白宮 國務院 國安會的法院人 他們都是用如此以來的 這種官方說法 官方說法 形容還沒關係 沒有什麼新的 而且他們是很強調 Our policy hasn't changed 我們對台灣的政治沒有改變 他們不斷地再一次強調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管是台灣總統 國慶日講什麼 或美國官方說什麼 沒有 真的沒有太大的變化 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你也覺得兩岸之間呢 台海之間的風險 其實也還沒有這麼近在眼前 當然是很近戰 但是對 沒有打到今天或明天會打戰 畢竟明年2月不是要辦 中國要辦東奧對不對 所以東奧前應該不會打戰吧 好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 因為台灣太過於親美抗中 很多人就想說你要不要 這個是不是也很不小心擦槍走火 你就容易清起戰端嘛 那還有一派的聲音認為說 看看台灣 看看古巴 他很擔心台灣會成為古巴第二 怎麼講呢 他們覺得台灣跟古巴 有一些雷同之處 譬如說呢 這個以地緣關係來講 其實古巴是臨近美國 可是它整個的是導向蘇聯 那當時還爆發這個 古巴飛彈危機嘛 那這個之後呢 美國就開始採取一些 這個強烈激進的行動 什麼實施經濟制裁啊等等的 那後面的東西 我們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就是說台灣過去 我剛剛提到了 發生過三次的台海危機 飛彈危機 那此時此刻的台灣 尤其作為台灣的領導人 不應該要避戰嗎 那當然誰支持打架 所以我們都期望可以避免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台灣跟古巴的情況 有人有這樣子的言論 你覺得有點在危言聳聽 就是不可能 台灣不可能會成為古巴第二 我覺得情況真的有太多的 不同之處 所以這個比喻我覺得 你不認同 不認同 譬如說美國制裁古巴 已經快70年了 那意思是 如果有做這個比喻的話 那意思是 美國要制裁中國70年 那台灣支持嗎 因為如果美國制裁中國 全面制裁中國的話 70年那台灣也是 也是成為受害者 因為台灣跟中國 有密切的經濟來往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應該不是 台灣人會支持的 一個美國的政策走向吧 嗯嗯嗯 好 可是你說到了 一個經濟的部分 我就不得不提到 其實我們看到 這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接受媒體專訪 就其實這兩天的事嘛 他有特別提到 他斬釘截鐵的說 他覺得中國要統一台灣 完全不需要動武 根本沒有所謂的什麼武統 直接合統 合統是什麼 就是靠經濟實力 就可以辦到了 你認同嗎 這個也不能說是 完全對我完全錯 而且有一個不確定性的地方 是如果中國有 採用這種方式的話 國際社會會有什麼反應 這是一個大的問號 但是我也是覺得很高興 為什麼呢 連俄羅斯普丁在觀察 台海的問題 就在台灣應該很高興吧 就是台灣是一個角色 是不是 就是有連普丁總統都在關心 對 因為我看到這個聊天室裡面 像是這個文友李彩晶就說 根本不用打啊 經濟封鎖就好 那很多人也覺得其實 還有很多 我這邊補充一下 說這個方先生的中文 說得非常好 那很多人對 那大家還是不斷的加一 加一加一 就是表示說呢 大家還是很擔心呢 小英這樣子暴衝之下 兩岸會插槍走火 會不會引發戰爭 或者是中國對台灣的一些 反制行動會越來越多 會吧 比如說軍機來更多 但是我沒有記得一件事情啊 如果中國使用經濟封鎖 這個工具的話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也有提到 稍微有提到這件事情 但是跟打戰很不一樣 為什麼呢 打戰我們都知道 那美國很有可能會派兵來 不一定 不一定有可能 但是經濟放出來台灣的話 我們真的不知道 美國會做什麼 這個很少美國的專家 美國一大堆專家 其實可以 大部分可以不理他們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在講什麼 他們也不住在台灣 他們住在華府了 但是他們大部分的這些專家 都會討論到軍事方面 所以也不知道 如果中國用這種方式的話 美國真的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會制裁中國嗎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也都不知道對不對 尤其上這兩天 美國國防部的官員 出席了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就表示呢 即便有印太司令評估了 共軍清台的時間 但是美國國防部 對這個部分 是不設時間表的 那同時強調他們會持續支持 加強台灣的自我防衛能力 所以我可以直接翻譯一個大白話 它的意思就是說 美國在精神上支持啦 但是你們就是自己備戰啦 應該就是這樣嘛 這個我上節目我都會強調 自我方位還是第一個步驟 還是要自我 這個坦白說了 我不得不說了 美國再挺台 可是只是精神上挺 可是實際上挺台 這個也是一個大龍門號 但是我們都知道一件事情是 第一時間是由台灣人要負責 是 對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覺悟啊 不要說親美親道 你覺得說 美國人好像真的會幫你打仗一樣 那日本呢 對啊 是不是 好 那可是我現在要講的 就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啊 就算 蔡英文總統的新兩國論 不會不至於掀起目前 當近在眼前的台海危機 但是確實會不會為中美關係 投下一個什麼新的變數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以美國來講 現在多少 就是極力修補 要和中國大陸的關係的此刻 那蔡英文總統這樣一來 那時不時又喊話 然後又嗆聲 那會不會 就是你台灣來亂的啊 台灣成為美中關係的 一個新的變數 這個東西不受控 會不會呢 因為我們知道 拜登他整個團隊 他們的想法是會停台 會對台灣很友善 但是沒有達到川普團隊那麼好 差很多 這個很明顯了 對 很明顯 他們可能是毀掉 算是傳統 美國對台灣的政治 歐巴馬的時候 小布希的時候的政治 不是不親台 還是親台啦 但是不像川普那麼好 那所以呢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 台灣的執政者 蔡英文總統等等 他們會想 現在我們只有這個機會 因為以後可能得不到 沒有得不到 我們想得到的全部的 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現在提一些要求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 新的論述之類的 現在提是關鍵事 可因為以後 其實將來三年 因為拜登還有三年的執政 對不對 那所以他們會覺得 哦那我們現在提 看看我們能得到什麼 所以呢他們前幾月又提到 這個朱美代表處的證明 對 可是這件事情 後來又沒啦 只有現在可以提到這件事情 過一兩年之後 不可能的 好 那你講到 駐美代表處的更名 這件事情感覺起來 又擱在旁邊啦 那甚至還有說要提升什麼 美台關係到整個大史級 這感覺起來也擱置啦 所以會不會就是拿這個東西 然後美國拿台灣交易 然後換來跟北京關係的和緩 不知道 我最好奇的是 當初誰放這個新聞了 是台灣方面還是美方那邊 台灣是很響啦 小英總統不是還有派人 對啊 需要談這事嗎 就無功而返 這個的確是政治炒作 但是不知道是台灣這邊 還是美國那邊炒作的 但是回到重點了 終於是到目前為止 代表處還沒有重點 對 所以這個後面還有戲嗎 還是就是無限期擱置了 我想短期之內不會 或許我會明天就會宣布 然後就可以說我錯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 短期之內也不會發 也不會 美國不會答應 好 我目前在聊天室裡面 這個節目直播開始 才不到20分鐘 已經有一千多人在線上了 好 那還有這個網友呢 王陽說Ross好耿直 好 那大家就 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好的 是好的 說你講話很直 對 你沒有在拐彎抹角的 對 沒有在避重就輕的 有話就直說 可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現在我一直在講到 比如說10月6號嘛 美中才在蘇伊士會談嘛 其實他們現在一直要 鋪路的就是年底了 寄往年底的這個 拜習視訊峰會 那這段時間呢 當然不能出什麼亂子嘛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還是那句話啦 美國現在急於改善跟中國的關係 所以接下來 還會給蔡英文政府好臉色嗎 就是說有可能讓蔡英文政府 還是這麼好做事 會給好臉色 但是應該是在現有的架構之下 就是你不能採線 不能出發 不會採線或超越現在擁有的架構 比如說美國跟台灣有很多 經貿合作的對話 像小美琴代表 前幾天 昨天進去美國國務院 跟美國國務院 討論經濟合作 這些方面 一個對話的平台 下一次開會的10月 所以美國會維持 這種跟台灣的來往 但是會超越 像代表去證明 我還是覺得在短期之內 是不可能 尤其是你剛剛說的 習近平跟拜登 在年底前就會視訊開 其實我歡迎習近平到美國去 為什麼不想來美國 關係不好啊 其實如果拜登要去中國的話 我也不排除 川普他在第一年的 他認去第一年 他也去中國 拜登也可以考慮去中國 你剛剛特別有提到 說其實不至於給蔡英文 什麼難看的臉色 只要他不越線 可是蔡英文提的 這個新兩國論 你不覺得 這已經是踩紅線了嗎 你說美國的紅線嗎 中國大陸紅線不用說 兩岸的紅線啊 對美國的紅線 我覺得也是有一點 碰一下碰一下 我已經提到了 美國某個程度上是習慣了 雖然不是很了解 但是習慣了台灣 不管誰當總統 會有這些說法 兩國論 一邊一國 一中格表 所以美國已經習慣了 你說美國很淡定了 對 每幾年台灣總統會有類似的 但是國語政治 大家都會忘記 對 因為美國不會因為 台灣總統有這種說法 那美國就會改他的政治 也不可能 那中國也不會 不會因為10月10號 國情日 蔡總統有這種話 那中國就改他的政治 對台灣的政治 也不可能 其他的國家也不會 不管是東南亞國家 日本 歐盟等等 不會因為總統 我不是批評台灣總統 我不是批評蔡英文 但是他這個說法 不會因為他講 那其他的國家就會改變 他們對台灣的政策 講到這個 可是台灣民進黨政府很High 尤其呢 包括之前什麼拜習通話 那還傳出就是 拜登跟習近平提到了 台灣協議 那說要遵守台灣協議 但是我們大家查 我還在講啊 這個協議到底在哪裡 拜登的台灣協議 到底是什麼 看來看去沒有啊 就只有三項公報啊 那十項公報也不是台灣協議啊 所以拜登他是 他的空話嗎 還是這個完全不存在的台灣協議 完全不存在 完全不存在對不對 而且好笑的部分是 當初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通過台灣關係法 拜登就是一個 關鍵的一個參議員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會記得很清楚 整個架構台灣關係法 拜登還好 拜登還好嗎 還好還好還好 但是這個也是牽涉到 我家庭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提到 美國國務院 白宮發言人等等 他們講到台灣 都會用官方說法 他們不會花很多時間了解 他們沒有議員在某一天 突然宣布一個新的論述 所以連總統拜登 連拜登總統 他不想提到 或臨時講到一個新的事件 或臨時說出 美國有改變他對台灣的政策 雖然他講這個台灣協議是錯的 他肯忘了 年紀大了 我們要原諒他吧 但是他不會寧時宣布新的東西 或美國有改變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嚇一大跳 對不對 那其實他講的 白宮也講得很清楚 對啦 就是台灣關係法啦 可是台灣關係法 我說到底 就是美國自己定的法律啊 對台灣 就是美國國內法律 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國際媒體 我說外文 英文 他們都會說 台灣跟美國的什麼協議 並不是 就是美國內部的 自己的 自己的法律 對 不是台灣跟美國的協定 不是 那也很怪啦 那拜登提到了說 雙方同意遵守台灣協議 就是這個台灣關係法 那中國大陸 北京 北京幹嘛要遵守台灣關係法啊 當然沒有 所以他就口誤了 他真的講錯了 就是講錯了 就是很單純的講錯了 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這個事情就翻篇 就過去了 是不是 他可能 他的意思應該是 美國跟中國有討論 對台灣這個議題 已經40年 他覺得某個程度上 有一個非常實的一個了解 我了解你的立場 你了解我的立場 中國你知道 我們美國還是會均設給台灣 我們還是會有非官方的來往 其實已經算是官方的 對 但是我們還是叫做非官方的 所以拜登的總統他的意思是 中國了解我們對台灣的政策 我也會了解中國的政策 雖然立場不同 不接受 但是我了解雙方的立場 他應該是這個意思 好 不過這個美中國招 在這個大國博弈之間 那當然這個台灣的角色 我們當然很怕說台灣 被拿去交易了 你覺得有可能嗎 就是我剛剛還是我的前提 還是因為美中現在的關係 這個樣子 那兩個人一來一往 在那邊過招 有可能台灣 台灣現在反正肯定就是棋子啦 那有可能被拿去交易 換來一些什麼嗎 就要看十人美國總統 還有他整個團隊 對這個議題的想法 如果我們回到三年前 十年前 川普剛上任的時候 他本來想跟習近平打好關係 他本來希望在貿易方面 可以達成協議 後來真的有協議 但是協議也沒有實行的很好 但是他個人本來沒有把台灣 當成一個重要的一體 但是他的團隊 他的幕僚 不管是在國務院 或國防部 他們很多人是非常非常 群臺非常支持台灣 非常對中國是很強硬的態度 那川普他本來慢慢是轉到 對中國強硬的想法 但是他本來也沒有這個想法 他連那個前國家安全顧問 John Bolton 他書裡面寫得很清楚 川普跟他講 就是關於台灣的川普的想法 或許如果川普回來當總統的話 到時候他對台灣的想法會不一樣 真的不知道 好 你剛剛其實有提到 對我們也有關注到 就是這兩天蕭美琴 跟美國那邊談了 那談了說接下來我們也很 台灣很關注的就是一些 台美之間的一些經濟合作的部分 比如說之前我們要了很久 談了很久 BTA FTA 你覺得有機會嗎 不能排除 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性不大 不大 但是其他的投資協定 貿易協定不能排除 有可能 但是範圍或許不會很大 或是一個小小的範圍之內 比如說電子商品或農產品 但是也要看台灣 因為不因為你開放了 尤其是在農產品這方面 我們都知道 美國的牛肉 豬肉 是跟台灣政府討論很多年 而且如果民進黨是在野 就反對 自政的時候可以接受 國民黨一樣 他們自政的時候接受 在野的時候不接受 所以這個要看台灣國內 會不會有共識開放農產品 貿易協定才會有期望 所以你覺得台灣 你說要換到一些什麼 有機會但是不多 就是換到範圍小範圍的 而且我們要記得拜登 我剛剛說的 他外交團隊 不是把100%的時間 綁在台灣相關問題 他們還是很忙歐洲 英國 其他國家 不管是國防方面 貿易方面 很多議題都要處理 所以他們能給台灣多少時間 也有限制了 有 剛剛有網友就直接說 美國都自身難保了 其實美國現在的經濟是不是 對 通膨很嚴重啊 繼續持續下去 所以拜登要處理通膨膨脹 他怎麼會有時間 跟其他的國家 不管是台灣或其他的國家 討論FTA或BTA或BIA 不管是什麼樣 什麼形式的雙邊的協定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好 可是呢 因為我想我再繼續延續 就是說蔡英文總統 她還是把這個 兩國論端上桌了 那當然就是很多人 持著說法啦 說這個兩岸的大門 你就是關得越緊 關起來甚至還會造成 惡性循環 但也有 這個是美國的國防分析家 他是這麼看的 他說比起蔡英文 其實中國更不想 我們現在副總統啊 賴清德上台 因為呢 賴清德他是一個堅實的 他自己說自己是務實的 台獨主義者 所以這更麻煩啦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太糟了 太糟了 2024年的民進黨總統 2024耶 2024耶 對 2024年 他們現在可能會有初選了 那誰會勝出不知道 因為民進黨還是有很多 all star 很多明星的政治人物 都會想當總統候選人 對 國民黨應該也是啊 對不對 所以還不能排除有 柯文哲國泰民 其他人會參選總統 那誰當總統 台灣的下一任總統 他們對中國會有什麼樣的政治 什麼樣的論述 我真的覺得 現在真的是在太早 所以你認為說 2024在三年之後 可能如果出現了一個 什麼重大的轉折或是什麼 還會讓兩岸的關係更緊張嗎 還是我們現在講這些 當然不能排除會變得更緊張 所以我常常呼籲台灣朋友 國防是你要先自我負責 不能一直以來美國 日本 澳洲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可是講到這邊啊 其實剛剛這個方可友 前面也就有提到了 他說美國對台戰略啊 什麼清晰模糊啊 我跟你講這個聲音聽很多耶 美國的議員一直在喊啊 說你是不是要從 要結束了對台戰略模糊 那我就覺得說 那是轉為清晰嗎 也不是這樣說 他是說呢 戰略威懾啊 就是讓北京呢 有這個鎮靜效果 所以北京會怕是不是 還是這個只是 我們一聽聽就好了 我覺得這樣就會加上 整個中台美三邊關係 三角關係的文字遊戲 更confused 文字遊戲 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很多了 比如說兩國論 三不一美 一中格表 這個模糊 戰略模糊 戰略清晰 那我們還要加另外一個文字 那誰知道美國或台灣或中國 政治到底是什麼 我還是希望可以清清楚楚 美國可以清清楚楚 講對台灣的政治 不要一直用這些奇奇怪怪的英文字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含義 來形容台美關係 這樣也不好 那會不會是因為 他真的也沒有辦法 從對台的戰略模糊 轉到戰略清晰 你說到終點 對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只能繼續這樣模糊下去 因為他還是需要跟中國有來往 我們拜登 以拜登政府舉例 他競選到終止到現在 一直說還是希望能跟中國在環保 伊朗合物 北韓合物合作 所以某個程度上 他還是希望他可以跟中國合作 所以對台灣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很多事情 拜登政府不願意做 譬如說代表去證明 他不願意做 因為他還是希望 跟中國跟習近平還是 有一點點合作空間 所以台灣人還有民進黨政府 真的是要醒醒了 就是很清楚嘛 美國的態度 也不用一直在做這個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台灣有一個 一個現象是我比較不接受 就是美國對它有什麼動作 那一定會在台灣 一定會有人說大突破大突破 其實我覺得不是 而且我覺得這樣是很不好 很不好 你把美國對台灣每一件小動作 當成大突破的話 你遲早會失望 會失望是不是 好 可是沒辦法要宣傳啊 蔡政府要大內宣啊 每一個政府都會這樣 誰是執政者他們都會做這個動作 尤其是在民主國家 就是understand 我就是很理解 就是政治人物都會這樣子 可是你現在就是很正告台灣人民 所以你要看破 不要把每天美國和歐 最近歐洲一些歐洲國家 有殘疑人來台灣 但是過去本來就有了 一直都有 對 所以今天有幾個來台灣 Nothing new 其實不是一個新的動作了 所以不要把它當成大突破 對 把它過度放大解讀 可是這個部分 我真的要請這個方格來 好好幫我解讀一下 因為在前幾天 也引起了一番討論 還有高度關注的 也就是傳出這個 美國的一些特種部隊 包括陸戰隊 在台灣駐軍 協助我們的軍隊 秘密訓練一年 那這個部分 當然對岸的國台辦 已經有發表談話了 然後就是氣得跳腳 然後又說 我們什麼勾結外部勢力 什麼罵了我們一頓這樣子 對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這個對台灣來講 就是對兩岸之間來說 其實又是隱藏危機嘛 第一 本來就有這個訓練的 小的人數不多了 但是本來就有了 早就有 而且新聞早就有報導這件事情 去年11月的時候 有很多相關新聞 雖然那個時候 美國國防部否認 否認 對 但是回頭看 那個新聞報告其實 是真的 是真的 還有今年五月份 又有一大堆相關的新聞報告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了 其實 所以也不是新的什麼東西 而且人數也不多 因為他們是來訓練 不是一個整個團隊 我看到一支新聞說 美國每年有三千多軍事人員 來台灣 這個數字看起來是太大了 真的是 那是多少呢 幾百個我可以相信 一千個我也可以相信 但是三千多真的很難想像 香港有這麼多 對 好 你剛剛有講 對 去年11月消息就出來 新聞就出來 但美國國防部是否認的 那結果呢 在前一個月底的時候曝光 我不知道耶 曝光的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也經過一番運作的 也就是有要像台灣表達什麼支持的味道嗎 在這個時間點曝光 我們是應該要看曝光的時機啊 這個是像證明 代表出證明那件事情 是誰放的消息 然後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是台灣這邊 美國那邊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或許以後我們會知道 我們就可以深入分析 他們為什麼當初有放這個消息 但是這個不是 你覺得這個時間點 放這個消息是因為什麼 因為有太多事情正在跑 比如說中國戰機 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那拜登政府有一些跟中國的來往 像John Kerry 我們負責國際環保政策 他最近有出中國 也希望將來幾個月 可以跟中國加強環保方面的合作 中東相關的問題 包含阿富汗 伊朗 美國也希望跟中國合作 所以美國內部會有人 想造成拜登的一些紛擾 或許是美國那邊放的消息 那或許是台灣這邊放的消息 明年的地方選舉快到了對不對 那要幫台政府 這個我可以相信 其實我也不能責怪他們 因為台灣有選舉有民主 那要全民覺得你在做事情 那當然會放消息 這個我真的可以理解 可是這個消息放了之後呢 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這個大陸國台辦那邊 發言人馬曉光回應了 他說民進黨勾結外部勢力 是打錯算盤 逃不過失敗的下場 當然是一如以往的料狠話啦 所以我才問說這件事情 因為從你剛剛分析起來感覺 輕描淡寫這個好像就是一個 沒有什麼特別啊 那可是對我們來講 不會引發更大的危機嗎 我覺得如果我們看過去五年了 中國對台灣的譬如說 進去防空識別區 其他軍事演習 就是慢慢增量了 所以中國就會繼續這樣做 或是斷交了 過去幾年 偶爾會有邦交國會斷交 可能去年沒有是因為疫情了 疫情的關係 因為每次跟台灣斷交 跟中國建交 那中國都會希望 該國家的元首會飛去北京 會有大力醫師 那因為疫情就沒有了 但是或許將來幾個月或明年 再次會有幾個國家 會跟台灣斷交 這個都有可能 那所以你覺得這個是美軍駐台 然後秘密協助我們 國軍訓練的這件事情好 你說你覺得還好 不至於引發更大的危機 但是呢 對於美中關係上面來講 會不會是火上澆油 也就是說天火藥 康慶不太大 因為中國也 中國知道本來就有這件事情了 對 或是新加坡的部隊 也偶爾會來台灣訓練 這個大家都知道不是秘密啊 但是中國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跟新加坡斷掉 包括官方來往哪裡來往等等 可是那是新加坡啊 那是台灣啊 但是不一樣的是 新加坡還是會派整個部隊 不是幾個人來訓練台灣的部隊 對不對 人數比美國還多了 但是中國也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太生氣 跟新加坡太生氣了 或許以後會 看疫情之後 新加坡會不會願意回復 不願意在台灣走這個軍事演習 所以像這件事情 你也不會休想 有些學者很擔心喔 就是他們有些國際專家 很擔心說 在這個美中修補關係的過程當中 這件事情會阻礙了一下 不至於 就是他們有些人覺得 可能喔難喔 接下來要有重大的突破 拜登想要跟習近平修補關係 會比較難有突破 拜登我覺得他有受到很多壓力 不要給中國太多的誘惠或什麼的 比如說關稅 本來很多人以為 如果他當選的話 他會講低川普那個時候的 關於中國商品的這個關稅 結果呢 他團隊內部討論八個多月 上上禮拜美國貿易代表待起公開演講 說我們討論八個月 終於有一個對中國的貿易正式 關稅維持了 這是他的正式 所以這個明顯 雖然拜登想減低關稅 但後來沒有了 所以他還是會受到很多壓力 不要對中國 不要給中國太多東西 要不然他會有國內 因為美國國內很大的壓力 是 我回應一下網友 謝謝小秋 小秋網友們 你抖內我們 給我們支持這樣 另外有網友 皮特里 他就是針對你剛剛講 新加坡的部分 然後他就說 新加坡跟美國能一樣嗎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人數啊 對 因為新加坡當初來台灣 訓練的人數比較大了 美國就是幾個人來做 給台灣不會訓練的人數 意義會不會不一樣 意義會不會不一樣 當然意義是不一樣 因為是美國 但是如果你看多少人來 或什麼裝備回來 那真的是很不一樣 是 所以你還是覺得這件事情 沒什麼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 因為早知道了 真的大家都知道 或者台灣的空軍 他們是去美國訓練 我們都知道了 所以中國你說這個是 大陸國台辦也好 他們每一次碰到這個東西 總是要出來演一演 叫一叫 當然呀 這個也可以理解 他們一定要 不只是給國際社會 或給美國一個回應 他們要給國內 他們國內的 尤其是網友一個回應 好 那我想說我接下來 要直接就直接 單刀直入我的問 因為想說 我剛剛前面有特別提到 拜登還好嗎 還好嗎 因為最近在一些 看到他在國際場合上的一些 或者說他的發言什麼的這樣 那當然可以理解啦 他現在焦頭爛額 可是我真的沒有想到 就是拜登他的 比如說他這些 如果要講提前跛腳 是來得這麼快 來得這麼快 因為美國國內的一些情況 是不是逼得他現在 真的已經是有點難以招架了 跛腳的話 你要看明年美國中期選舉 如果民主黨選得很差的話 那馬上他就是跛腳 肯定是 對 他們選情越來越差了 本來是眾議院選情不好 參議院看起來比較好 但是最近幾個禮拜 很多民調顯示 連在參議院民主黨的選情 越來越差了 那或許到明年中期選舉 共和黨就會回來當大多數黨 參議院 眾議院兩院都會有了 那這樣的話 那拜登一定是跛腳了 對 好 那可是問題是 你覺得有可能會選得好嗎 我的意思是說 美國這個經濟 可能還要壞上好一點點 所以這件事情是 當然是對民主黨是不好 對 他們這個 這個社會福利這個大的安全 是他們內部在討論 內部內鬥派系不一樣的 有耕左還有文和派 他們都在吵架 已經吵了好多月了 所以他們連內部不團結 他們怎麼會選得好呢 真的不可能 而且他們也不能責怪川普 也不能責怪共和黨 這是他們內部的事情 那拜登 我可以現在這樣講嗎 其實他已經露出一些敗像了 還是我現在講有點言之過早 這個有點過早 很多人會覺得 拜登年紀那麼大 常常講錯什麼 其實過去美國總統 連歐巴馬那麼優秀那麼聰明 偶爾也會講錯 偶爾也會講錯 因為在公開演講說 美國有51個州 其實美國就有50個好嗎 連歐巴馬會說錯 小布希常常會說錯的東西 所以偶爾講錯 我建議不要有太多的反應 但是他也是78歲 78歲的總統壓力那麼大 當然他的身體狀況會越來越差 這個是不能避免的 而且他副總統 Kamala Harris 何景麗 最近表現也非常非常差 對 怎麼會這樣啊 他總統有給他一些 外交方面的東西要處理 尤其是中南美洲 這些難民的問題 但是他表現很差 他去那邊講錯 他去東南亞 最近白月吧 他去新加坡跟越南 也沒有什麼很漂亮的政績吧 沒有 沒有錯 真的沒有 所以他的 而且他國內 國內政治方面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貢獻了 所以他本來是要幫總統了 但是好像他原來是對總統是 扣分 不是加分了 過去副總統最好的情況 從白宮總統的角度 是副總統不加分不扣分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加分 如果太良力的話 那就很多人會說 其實是副總統是總統 不是總統是總統 所以很多總統不希望他們的 封頭太過分了 但是大部分人不要扣分了 但是何景麗 Kamala Harris 最近是扣分扣分扣分了 那我可以這樣講嗎 就是說拜登團隊 現在已經出現了執政危機 可是如果真的有的話 這個危機真的來太早了吧 對 因為第一年還沒有 是不是 還沒有結束 還沒周年呢 是不是 因為他們可能是 第一個我覺得太多了 所以他們把很多時間 放在這個社會福利 這個大的預算 但是網友還是要 還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其實美國還是大部分的人 還是一個保守社會 那你說政府 尤其是不是地方政府 是聯邦政府 要介入每一個人生活 這麼細 還是會引起很多人的反彈 這一步呢可能就下錯期了 美國跟很多國家是不一樣 不管是中國西歐 連台灣 因為很多國家覺得政府要負責 小朋友的學費之類的 托兒所等等學費 大學學費 只有政府要負責 健保政府部分要負責 美國很多人還是沒有這個概念 但是民主黨有這個概念 他們是比較像一個 一個西歐的一個政黨 不像美國的一個政黨 所以還是會有很多人 會引起他們的反彈 那就導致明年中期選組 會偷給公二黨 好 所以這些反彈 還有我剛剛一直提到 這個通膨問題真的很難解 因為感覺起來 會一直持續下去 那我看到一些數字 其實還有一些非農指數 那個指數也很慘淡 就是說遠遠低於原本的預期 就是說整個的失業率 就業情況什麼 非常的都不好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是不是也有另類的 助長了川普的聲勢 因為我知道他最近 用在一向民調來講 他的支持度超過五成 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就很好奇 一來這些人是川粉 還是說沒有 其實因為他裡面提到說 有一些是獨立選民 所以是不是也就是 對拜登政府的不滿 不信任投票投給了川普 我是覺得這個數字顯示 一件事情是 本來是共和黨支持者 非常支持川普 到現在還非常支持 支持他下屆總統參選 他們一定會支持他 到目前為止還是會支持他 下一屆參選 中間選民還是比較不喜歡川普 民主黨選民根本不喜歡川普 但是如果說共和黨選民 可是其實不會有所改變嗎 如果說這個執政在惡化的話 難啦 難是不是 對 因為如果不是共和黨選民 或本來支持川普 很難就回到川普陣營那邊了 但是以共和黨選民來講 百分之九十以上 還是非常支持川普 如果我們看整個國家的民調 那就要記得就是裡面有共和黨選民 而且這些共和黨選民九成以上 非常支持川普 所以現在這2024川普要班師回朝 這個態勢已經是很明顯了嗎 他有開始動作 但是他不會 他可能會等了才會正式宣布 但是他很多動作是很明顯 他有這個想法 然後看他還是有一些民事案件在跑 還有刑事案件在跑 另外也要看他的身體健康 他老婆Millenia有沒有同意他 小孩Yvanka Jarrett女婿 他們也會不會支持或不支持 所以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 但是他心靈或他幕僚都喜歡他 感覺上都在準備啦 對 都在準備 那我當然現在問這個問題 好像時間也有點早 因為畢竟是2024 但是他有機會吧 是不是 非常有機會 對 因為我剛剛說的 共和黨選民非常支持他 那另外要看我們 我們都知道美國不是普選 不是只選總統 我們是這個選舉人制度 雖然去年拜登當選 但是他是以票數不多了 譬如說在一些搖擺州 譬如說Georgia Arizona 那差一兩萬 那或許下一次這個會 翻牌 對 翻牌 這個可能性真的不能排除 所以你覺得會成為一個指標 先看看其中選舉吧 是不是 那是第一個 對 第一個關卡對拜登來講 但是通常在美國 如果要參選下一屆總統的話 就是政黨的出選 那通常就會在中期選舉之後 馬上會宣布 所以譬如說明年12月份 因為中期選舉是在11月份 那通常在12月就會開始宣布 但是川普他可以等了 因為第一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對不對 他不用跑新聞什麼的 對不對 他不用上節目 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他也不用買廣告 他已經手上已經有很多錢 資源了 對 已經有很多 一個牧雅團已經有了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等了 所以其實他可以等到 2023年的五六月才宣布 他其實可以等很久 他這段時間他就一直發Twitter 但是你要看Twitter 會不會還你回來 還沒還是不是 還沒還 我這邊有網友啊 林斯林這樣聽起來 可能有點不禮貌 可是他大概也會就是 半開玩笑問說 嗯 美國真的沒人喔 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說 怎麼不是又是拜登買完了 又是川普這樣子 意思就說沒有 對 所以我們要考慮到 拜登會不會願意連任 那以目前的情況來分析 可能性不大 你說他個人的意願嗎 還是說這個局面也不容許 都有都有都有 那如果他不選舉連任的話 那民主黨要辦出選 Kamala Harris一定會參加 那其他的民主黨政治人物會參加 誰會當選就是出選勝出的 當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我們真的不知道 真的太早 都還早這樣 可是目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 還是在惡鬥啊 鬥很兇啊 真的很兇 很兇對不對 越來越兇 越來越兇 對 那這也是經濟 可能說不陪你玩了 那怎麼辦呢 就是你經濟就等著垮啊 是這樣嗎 當然很多人 越來越擔心經濟狀況 成長路 美國國債 通貨膨脹 所以不管是總統或Janet Yellen 美國財政部長或洋行 他們手上都要處理的問題 真的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回到你一開始 開宗民意跟大家講的就是 所以台灣想說什麼 小英總統說新兩國論啊 美國會怎麼樣啊 那個這個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美國有一點時間可以給台灣 但是不是全部的美國時間 可以給台灣 因為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焦頭爛額了這樣 可是回到小英接下來 你覺得這個兩岸政策 它有要踩煞車的意思嗎 雖然在今年來講啊 它的這個國慶演說的內容裡面 還是提到要維持現狀 可是沒有啊 明明就是它已經打破那個模糊了 的模糊地帶 已經被它完全打破了 所以你覺得它接下來的兩岸 它在這部分還會 它煞車煞得住嗎 那麼另外也就是 其實我也一直在看說 你一直在喊抗中 你會不會到頭來喔 蔡政府抗不了中 也保不了台 我想它有一個希望是 將來幾個月 尤其是要進去地方選舉啊 不會有太多中國相關的問題 這樣這是最好的情況 你說不會還是會 它可能希望不會 你不打擾我 你讓我進選地方選舉就好了 可是它現在 你不要說地方選舉 這一次我們10月23號要投票 要罷免那個立委陳柏惟嘛 他們都在打抗中牌啊 都在打仇中牌耶 因為只要高級反中的大旗 事實上過去來看是無往不利的 而且我也有注意到外媒 就是外國媒體寫台灣新聞 也有開始寫這個 這個版面是跟中國有關 對 因為他們一直在丟的訊息 民黨政府上上下下 外圍的也好 或是他們自己內部放的消息 都說是中國勢力介入 因為他們覺得這招很好用 那老百姓信不信我就不知道了 我有該選區的 住在那邊的朋友 台中 我有問他們這個跟中國有關 他們就開始嚇了 怎麼可能 就是希望他或不希望他 但是我相信當地的選民 你不會把這個是跟中國有關 那重點是你覺得他表現很好 那你就支持他 那你覺得表現不好 那你就投給罷免 就這麼簡單的 那所以你覺得 我覺得明年就是地方選舉了 你說我覺得蔡英文政府 還是希望能夠操作 中國牌這一塊吧 我還是覺得 如果他可以繼續跟美國 有一些突破啊 或者跟日本澳洲等等 譬如說最近有詢問說 TSMC台積電要去日本設廠 那這是一個 雖然是某個城市上跟中國有關 但是另外是台灣經濟的一件事情 對台灣科技行業也算是好事情 那有這種東西在將來幾個月發生 我覺得是對台灣都是好事情 而且不是完全跟中國有關 所以我想如果我是台灣政府的話 我會希望會有更多這種新聞 不會有中國的飛機進去 我們的防空識別區的這種新聞 可是會不會對他們來講 其實中國的軍機一直來台 瘋狂的來台 這個反而對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選舉比較好打 比較好操作啊 這個因為是一個地方選舉 所以不一定的 因為我們知道2018年地方選舉 一反而長期在台灣觀察 為什麼國民黨選得那麼好 民進黨選得很差 那是因為跟地方的 地方政府的表現有關 不是跟中國有關 對 比較地方事務的部分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2024 那就另外一回事囉 那不一樣 因為那是總統跟立法院的選舉 好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非常謝謝這個方格 帶來很多的關於美中台三邊 關係政治的一些觀察 我最後好不好 最後我先來看看 哇 在聊天室 我剛剛都沒有空 我們現在聊天室 已經快要3000人了啦 那按讚有沒有做 這個我剛剛自己都忘了提醒大家 那按讚非常重要 還有留言 大家其實是很熱烈 因為我剛剛真的沒有空好好看 那很多人都有 都有一些看法啦 那有些人針對反共識 那你需要押請我再來吧 蛤? 你要押請我再來 請你再來是不是 當然當然一定要再來 因為網友反應實在太熱烈了 那只是大家的看法 很分歧啊 有人有提到這個 防空識別區的部分 就是共機一直老台的事情 對我知道大家對這個事情 有感興趣 因為我本來也想要問 要聊的台積電 台積電交出這個機密這件事情 那有網友在點菜了 說是不是要聊這件事 會的會的 那很多人說 方先生辛苦了 那很多還是簡體字 我覺得剩有很多的 可能是大陸的網友 那這個實在是非常多 我會慢慢來看留言 那還有就是在今天的 我們會有一個小時的完整版 如果說你剛剛來不及進來 就是你可能是尾聲才加入 沒有關係 我們社會會有完整版 一個小時 那另外也會推出上製精華版 有些精華片段 都歡迎大家來補課 所以在這邊呢 方安格先生已經跟我們預告 說下次還要再請他 那我們就是 好不好也開放網友點菜 就說你們還想要聽到 哪一些關於這個 國際關係的議題呢 都放馬過來 我也沒再客氣了 好 那就謝謝大家 還是最後要跟網友說什麼話嘛 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的地方 不管是美國國內政治 或台灣國內政治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 連這個月有一個不確定性的 一個罷免的投票 所以將來還是會有很多 很多類似的事件會發生 好 那我們就繼續觀察下去囉 好 那今天的新聞千里馬 直播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麼非常謝謝大家捧場 也謝謝方安格先生 來到我們的直播現場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